我只是多喝了几杯而已 没事的 以前你也喝多过 但不是这个样子 宋平 缘分这种东西强求不来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子安 你觉得我为了那种女人 我会自暴自欺吗 她值得我这样做吗 你这种呢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以前有骑兵和美芝 现在又多了个安秀妍 有句话说得好 性格决定命运 你就是一个典型 宋平 宋平 你怎么在这休息啊 你昨天不是先回家的吗 我们家里 跟我奶奶闹得 根本就睡不了觉 那为什么没有去方子怡那儿 我只是多喝了几杯而已 没事的 以前你也喝多过 但不是这个样子 宋平 缘分这种东西强求不来 我看 你还是算了吧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子安 你觉得我为了那种女人 我会自暴自欺吗 她值得我这样做吗 你这种呢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以前有骑兵和美芝 现在又多了个安秀妍 有句话说得好 性格决定命运 你就是一个典型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一而在地 被最好的朋友出卖 这就是我的命 宋平 对不起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不过觉得 你是时候该反省一下了 阿姨啊 您的土豆丝 请慢用啊 老板 您的干饼鱿鱼 谢谢 太会神话了 终于有进步了 小姐 什么事啊 两碗饭一个汤 两碗饭一个汤 好 我记住了 九妍 是 经理 什么事啊 九妍啊 我一直都想问你 我看你干的也挺卖力的 那我就不明白了 以前那个老板 为什么要辞退你啊 呃 我也有点记不清楚了 哦 看来你干的不开心啊 不过她奶奶 对我可好了 不是吗 是是是 红妍 汤呢 哦 马上到 稍等啊 去忙吧 土豆给我滚出去 妈 你 死活了 霍琳 老板 快来 你别人 老板 什么磨捉人 你还能不能 还能转家 这些什么 肢族 也不少 你那边 怎么办呢 奶奶这分明是要折磨死我们呀 不知道那安秀妍 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奶奶这么查不死犯不想的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说我坏话 还不快去找安丫头 我谁都不要 没有 妈 没有 妈 我告诉你 秀妍已经走了 您不要再提她了 好吗 我知道 她走了 是你赶她走的 是你这个坏女人赶她走的 也不知道我这个儿子 是吃错了药了还是怎么的 汇取你这个扫把心进门 妈 您这是什么话呀 干脆我把话给您挑明了 你今天就真的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秀妍也不可能再回来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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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坏女人 你这个扫把心 你就是扫把心 你居然诅咒我 你这个扫把心 奶奶 奶奶 你 你敢咒我啊 我说你是扫把心 你听着 你 你妈 你妈咒我啊 不会的 奶奶 你是乖孩子去 把你嫂子找回来 把你嫂子召回来啊 妈 你现在即便去找她 人家也未必肯回来 她是我的孙媳妇 为什么不回来 什么孙媳妇啊 他们已经离了 她配不上三品的 你 你 么 么 不回来 你 你就跟上三种 你 Did You 什么 赢 赢 不会 你 你 我 秀妍 秀妍 难道是因为这个 你就来这里打工了 秀妍 我真的没想到 秀妍 其实松平 她不是一个在钱上会计较的人 秀妍 你现在觉得很辛苦吗 人生本来就辛苦啊 不过我觉得 你们有钱人 表面看起来好像容易很多的 但是可能心里面 也有一些说不出来的苦吧 是啊 我的苦 也许并不比你的少 秀妍 我可以帮你找个更好的工作 我可以帮你找个更好的工作 可能是我想补偿你吧 我 钢子 有个更好的工作 你一定会想要脱脏的 你得想什么 肯定是有从 你必须有的 那么绝脏 首先 我曾经这些 你却不肯定是 你能不能去 你随便 恰恰 请我吃这顿饭吧 真的这么简单吗 那还要多难啊 秀妍 你愿意跟我做个朋友吗 跟你 那是我的荣幸啊 那这么说定了 一言没定 好 谢谢 谢谢 你请我吃饭 可是呢 我不以回报 这样吧 我唱首歌给你听了 那大家就谁都不欠谁了 嗯 好啊好啊 天秘密 你笑的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我捅不肥 你笑的甜蜜蜜 你不要在这里吗 我才对我说 你不是只有些团蜜蜜 最诚意的甜蜜蜜 我愿意的是区美 我借不上了 我只是在哪里 我会尝试 一顿保一顿的生活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钱 会做一些不得体的事 但是绝对不会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谢宇 这个我知道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真的不敢相信 世界上还有像你这样生活这么辛苦的人 我没有看清你的意思 你身上有一种朴实的美 真的 当时你看到我浪费粮食心疼的样子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心想 这个女人好漂亮啊 好高贵啊 好有气质 而且好有文化啊 没想到我们还真要互相欣赏 为了这一点 那我们喝一杯 来 干杯 我忠心地希望你 可以真的开心一点 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你的眼神 好像 有点伤感了 是吗 好多事情都过去了 你不用在意的 对了秀妍 你学过皮肤护理吗 我皮肤不好吗 没有 我有一个朋友 学美容的 开美容院的 如果你愿意 也许我可以 我明白了 谢谢你 看时间吧 好 我以为 差不多该回去呢 那我先走了 好 改天再聊 好 那我送你吗 不用了 拜拜 对 谢谢你这顿饭啊 再见 姐姐 秦总的奶奶怎么又住院了 住院不是挺好的吗 这倒是个能讨她老人家欢心的好机会 这倒也是啊 姐姐 我听说秦总奶奶的脾气可怪了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进去啊 不用了 一个疯老太太 没有多大能耐 哦 姐姐 这个给你吧 嗯 你小心点啊 拜托你们了 谢谢你们啊 不用不用 其实您不用这样的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还是留给豆豆吃吧 不不不 给你们的 好吧 那谢谢您了 对了 孩子的爸爸很忙吗 怎么 你们没有一起来的 爸爸 嗯 哦 哦 哦 他 哦 他没空 哦 哎 你那么关心豆豆爸爸干嘛呀 我是担心他脸上的伤 哎 对了 上次他建议勇为之后没事吧 那帮流氓 没有报复他吧 快 想起来 你这么想起来 所以我 伤瘦 你是不是 所以你是不是 你把他 你不是 你不是 你能不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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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